接下來就是市場上避險的標的 二、三十年來 它幾乎就只跌過兩次 而且兩次跌股也都在2%以內 這一次居然也跌這麼多 不就倒數你 它嚴重被挫殺 不挫殺你不買它你要買什麼 其實在之前這個市場風險很大的時候 我那時候現金不會已經到八成九成 只剩下一點點做很短線 但是這一波我這必須想 我現在確實還是有五成左右的現金 但是我已經很多開始在投入了 好剛剛我們想到說危機入市 而且我這人認為說既然地點也過 我們到底要進場 所以我這一波當然就是我們要開始看 這一波誰有機會我們就去買誰 可是這一波很明顯的 一大堆都被挫殺了 就比如說剛才你提到的 叫你債券來說 我做相關研究幾十年 從來沒看過債券今年跌得這麼離譜的 我們如果用一個 大家比較常看的就是蓬勃的綜合債來看 在過去四十幾年來 一共只跌過五次 可是其他四次 最多一年只跌兩趴多 可是他今年跌多少 最高跌二十幾趴 你有什麼理由說今年債券要跌這麼多 大數債券不好 你說升息嘛 你說通膨嘛 確實這個都是 對債券最大的負面因素 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這一波都說 現在利率是四十年來高點 通膨是四十年來高點 告訴你什麼事情 現在狀況四十年前更糟 四十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1980年那時候大家如果去看到 當時所謂的沃爾克時刻 當時的聯準會首席 沃爾克把當時美國利率升到二十幾趴 現在幾趴 現在四趴 當年二十幾趴的時候 美國債券有跌嗎 沒有 大家可以去看 當年最差的情況之下 債券都沒有跌 你現在有什麼道理跌這個樣子 太離譜了 再來就是 綜合債是這樣子 你看到投資等級在 投資等級在下來就是市場上避險的標的 避險什麼意思 市場再跌 我應該去買他做避險 結果他今年要跌的最慘二十趴以上 現在還有十五趴 這也是一樣 我看二十三十年來 他幾乎就只跌過兩次 而且兩次跌股 你都在兩趴以內 這一次居然也跌這麼多 不就到處理 他嚴重被挫殺 不挫殺你不買他你要買 當然很多投資人可能覺得說 這個 債券實之無味 我還是喜歡買股 所以確實我也去買了很多股 好像有些 別生的科技股 車電股 我也去買 可是金融股 我就會特別去注意到 為什麼 升息明明就應該對金融股是好的 可是你看到今年金融股 對啊 一樣是照樣跌的一塌糊塗 我們就不要說台灣 美國的金融股一樣都在跌 雖然說你整體來看說 金融股確實還跌的比其他 尤其是科技股跌的少一點 可是根本就不應該跌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升息對金融股是有利的 所以我當然現在去買金融股 就是一個機會 可是剛來也想 現在股債雙跌 大家可能都會去緊張 可是為什麼你的思維 永遠只停到股跟債 因為我想到市場上其實有很多商品 所以現在市場上有所謂的 多重資產的商品 像以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做的東西真的就很多 不是只有股跟債 市場上也有很多收益型商品 各自各樣的商品 好 那我相信很多投資人 Bitchcock 這是我們吃飯的傢伙 我們比較熟悉 但是投資人你覺得股債都危險 那你是不是考慮投資其他東西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市場上現在很多這種商品 讓專家幫你做不救 你為什麼要自己來呢